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才這個東西 這邊這個Special Theory 告訴你什麼東西 我們先拿一個這個3x3的例子來看 這個A是個3x3的例子 然後這個它有 它前面兩個eigen value是一樣的 我都叫做linda1 所以前面的兩個eigen vector 它可以取成我所normal 並且是對應到同一個eigen value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eigen value 是linda3 那個eigen space dimension 1 前面這個eigen space dimension 2 所以我可以把A寫成這樣子 剛才那個拆過來 那這個什麼意思 就我剛剛跟你說的 如果我A乘上一個x一個向量 一個矩正乘一個向量 就是你把它放到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得到另外一個向量 那這個是怎麼做的 那基本上就這樣子 就是linda1對1的eigen space 跟linda2對1的eigen space 是osogonal的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所有eigen vector 可以取osogonal 比方說這個是 這個eigen space 1 是這個2 dimension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是1 dimension 的eigen space 所以這是osogonal 這是eigen space 2 剛剛那個例子嘛 一個是dimension 2 一個dimension 1 對不對 那我現在有一個向量x OK 我乘上A以後是什麼意思 照這邊跟你講的是說 你先把它投影到 這個是eigen space 投影到第一個eigen space 的那個project matrix 然後再把它乘一個 長度比例 所以x怎麼辦 你先把它投影到這邊來 投影到這個eigen space上 比方說你得到一個這個 向量x在這邊嘛 你把它投影過來 得到這個對不對 然後呢 再把它乘上linda1倍 投影以後 再乘linda1倍 OK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投影到這個eigen space上 投影到這邊 再把它乘linda2倍 然後再把這兩個夾起來 就是真的 就是經過A以後 整個的運算 所以我就把整個乘上A 這個運算 可以把它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投影到 linda1對應的eigen space 然後那個eigen value 扮演的角色 就是投影下去以後 它到底要放大多少倍 就是那個linda1 eigenvalue的意思 然後把它投影到這個 另外一個eigen value 所以對應的那個 這是linda3 另外一個eigen value 所以對應的eigen space 然後這兩個eigen space 是osagonal的 投影過去以後 然後呢 linda3 那個eigen value的值 就是說投影過去以後 我要放大多少倍 然後把這兩個component 加起來 就是最後乘上A的結果 就可以把A呢 把它 decompose 成這兩個觀點來看了 那就可以 decompose 成兩個projection matrix 然後前面各乘上 它所對應的 那個eigen value 這個定理講的是講這個意思 所以廣義上是怎麼樣 所以廣義上 這個case只有兩個 不一樣的eigen value 就廣義上 如果有k個 不一樣的eigen value 如果有k個不一樣的eigen value 全部應該有n個 但是有k個不一樣 所以中間可能有些是一樣的 有些eigen value是一樣的 如果linda1k是distinct eigen value 就是它是不一樣的eigen value 那我這個A就可以把它分解成這樣子 分解成这样子 然后每一个PI呢 就是你投影到第I一个I跟Space 的那个projection matrix 好 就是说这个A呢 就等于Landa1P1加Landa2P2 一直到LandaKPK 那每一个PI就是 projection matrix onto the eigen space corresponding to eigen valueLandaI 第I一个不一样的 eigen value 那个 eigen space 然后你把这个 投影到那个 eigen space的projection matrix 所以你就把整个A呢 就decompose了好多部分了 然后这些 eigen space 因为这个A是selementary 这些 eigen space都是 orthogonal的 所以你整个A这个矩阵 是什么意思 就是A是一个对应到 你乘上A就是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得到另外一个向量 那乘上A这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切成K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你先投影到 那个第一个 eigen value 对应的 eigen space 对不对 然后你再把它乘上Landa1 就把它放大Landa1P1P1 然后再把它 把这个原来这个向量 投影到第二个 eigen value对应的 eigen space上去 再把它乘上Landa2 再把它放大Landa2P1 这样子做完以后 全部再加起来 就是等于是A的 A的整个结果 就相当于是这样子 这样就给你一个 这个 eigen value的 有点感觉 你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OK 所以这个结果的意思 还让你对整个这个东西 比较会更进一步的了解 OK 那这个东西叫做 spatural decomposition 就这个 spatural decomposition 就是在spatural上分解 decomposition分解 到底叫什么叫spatural 这个你可能大一的 比较没感觉 你学到电音器 学到后面就知道 我们常常电音器后面在讲 你一个讯号 我有spatural 这个spatural 只是spatural的形容词而已 spatural是什么 spatural就是频谱 它有什么叫频谱 比方说 我有一个讯号 你可以从时间上看是多少 你可以算它的frequent domain 它就变成frequent domain了 就是说 它在那个频率上的分布 它有高频的部分 还是有低频部分 还是怎么样的东西 OK 那个叫做spatural 那个东西叫spatural 电音器常常在这样看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就是在spatural上 你把它分开来 这边的spatural就是这些 osagonal的agonspace上 你把它分开来 然后分开来以后 然后你每个放大的倍率 就是那个agonsvalue 就是那个意思 agonsvalue代表是在 在那个agonspace上的放大的倍率 好 所以这个定理叫做spatural spatural theory 名字这样子来的啦 就是你把它看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叫做spatural theory 这样来的 OK 所以你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定理的意思 你再详细看下去 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样你会比较 对那个东西会比较了解一点 比较有点感觉啦 OK 然后呢 我还没有要证这个 因为这个有点麻烦 我慢慢来 还没有要证 因为这个证明还有点麻烦 我先看看其他东西 做事情你都从简单的开始做 OK 这样你就比较有信心 就会有成就感 然后再这样下去 不要 做事情都不要从难的事情做 因为你难的事情做 你就一直做不成功 你就会失败 你就没有信心 你就没有成就感 你就不想做了 对不对 懂我意思吧 你不熟悉的东西 从简单的下手 慢慢就累积经验 就OK了 好 所以我那个还没证 我先看看其他东西 我先看那个例子好了 那个Special Serum的例子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实际数目的例子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例子 这是2x2的例子 然后它 这是一个对称矩阵嘛 然后它有两个eagon value 你可以算一下 一个2一个1一个3 然后我个别去算它的eagon vector 我都把它取成这个 osonormal的 把它取成单位向量 那第一个对应的 这个eagon vector 是这个e 然后把它变成单位向量 就变成根号的二分之一 那第二个是1-1 OK 那两个都是单位向量 这两个osono很明显 所以这个是osonormal 这basisosonormal 所以这eagon vector 两个是osonormal的 OK 然后呢 我这a就可以拆成两块 第一块就是这个 Landa1倍的 Landa1是1嘛 Landa1倍的 然后投影到 这个basis 所span出来的 eagon space 那个projection matrix 这projection matrix 就是这个的rank1 matrix 就这个乘上它transl OK 所以e乘上transl 就是e 但是因为有 根号二分之一在下面 所以每个都 二分之一 OK 这前面乘一倍 然后再来呢 乘上这三倍的 加上乘上三倍的 这个矩阵 然后就投影到 这个basis 所span出来的 那个susonormal 就这个Landa2 所对应的eagon space 一样 这个rank1 matrix 就是x乘上它是transl 所以变成 1负1负11 然后有根号二 所以变成二分之一 不到这个 所以a就可以拆成这两块 这两块什么意思 就是 我这个eagon space 是osano的 一个是这个方向的 这个方向的 第一个eagon space 是这条直线 45度角 对不对 e是45度角 所以第一个eagon space 在这边 在这边 第一个eagon space 也是这个45度角 对不对 这个e所span出来 eagon space 是这条线 第二个是1负1 1负1 所span出来 跟space 就是 这个45度角 这个 对不对 那 这个好像是垂直的 对不对 所以你乘上a 是什么意思 你先把它投影到 这条线上 先把它投影到 这个线上 然后就投影下来 因为乘一倍 所以你把它投影下来 你把它投影下来 比方有个向量在这 这是x 你把它投影下来 到这边 然后乘一倍 然后呢 你把它投影到这边来 投影到这条线上 比方投影到这边来 但是你要乘三倍 对 然后再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乘上a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把它投影到 这个 这个是e1所span出来 就是这条线 投影过来 然后乘上一倍 然后再把这个投影过 到这个上面来 这个是这个上面 这条线对不对 投影过来 就乘三倍 然后把它两个加起来 就乘a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个乘a 就是你把它decompose 乘这样两个projection matrix 然后个别乘上 它的eagon value 就是那个原来a的作用 OK 好 这就是一个例子 来讲这个special theorem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OK 那我再后面来讲 我还没有到正 那个special theorem 我再看几个零零星星的东西 性质 就是这里 我再看几个零星的东西 我看几个零星的东西 好 那这个性质说呢 假设矩阵是real的 那它的eagon value可能是负数嘛 对不对 你解出来 实习数多样是根可能是负数 那你eagon value是负数 你对应那个eagon vector也会是负数了 对不对 A是real的matrix 那它说这个eagon value和eagon vector呢 是怎么样 是一定是用conjugate pair的方式存在的 意思是说假设我有一个eagon value是负数 eagon value是负数 它的共恶负数一定也是eagon value 假设我有一个eagon vector它是负数的 component是负数的 然后那个eagon vector 你去把它取compact conjugate 也一定是eagon vector 就是所谓是一定是conjugate pair的方式存在 有一个它的共恶负数就一定存在 就一定也是 这个性质是这个意思 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很简单 这个原来eagon value eagon vector的定义 对不对 那这个就告诉你landa是eagon value x是eagon vector 然后landa如果landa是负数 这个x就会负数 因为a是实数的矩阵 对不对 好 那现在说什么 说这个landa bar 如果landa是eagon value landa bar就是它的共恶负数 一定是eagon value 然后x你把它取bar 也会是eagon vector 那怎么办 你就把两边左右两边都取 把左右两边都取 compact conjugate就好了 对不对 好 左右两边都取 然后eagon就刚好就是每个都取 然后呢 现在a是real matrix 所以h compact conjugate就给还是它自己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虚部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我要正的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正完了 好 为什么 因为我刚说如果landa是eagon value 那landa bar就是eagon value 没错 landa bar是eagon value 并且它对异的eagon vector就是x bar 所以landa是eagon value landa bar就是eagon value 那如果x是eagon vector x bar就是eagon vector 并且如果x是landa的对应的eagon vector x bar就是landa bar 所以对应的eagon vector 就这样 这个性质是说这个意思的 也就是这样子啦 好 这没什么啦 对不对 好 OK 好 再来 还有一个 拍个性质 好 这个性质说如果a是real symmetry 我都讲假设了 那什么东西呢 这个 Number of non-zeroeagon value 它eagon value 因为它是real symmetry eagon value一定是实数 对不对 那实数可能是0 可能不是0 他说不是0的eagon value的个数 不是0的eagon value的个数呢 基本上就是rank 那rank就是什么 就是不是0的piva的个数 好 所以这跟以前的东西扯上关系了 这个数目都一样啦 好 就是不是0的eagon value的个数 跟不是0的piva的个数都一样 不是0的piva的个数 都一样 就定义成它的rank OK 这两个数目是一样的 所以是0的eagon value的个数 就是你有几个0piva是一样 这个数目是一样 所以如果它没有 如果它没有0eagon value 就不会有0piva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证明怎么证 因为它是real symmetry 所以说A是 A是real eigenvalue 它的Agen value都是real all eigenvalue real 好 所以它是real symmetric 然后A是duagonalizable 可以对角线化 可以对角线化 OK 因为A是real symmetric 那根据我第一个性质 所以它的Agen value都是实数 然后A可以对角线化 因为它是real symmetric 那是spatural theorem跟你講 一定可以 並且它的 eigenvalue可以取成osonoma 好 這個我知道 所以我再來會慢慢推 所以我先算 我先算這個0 eigenvalue有幾個 number of 0 eigenvalue 就是 eigenvalue是0的 eigenvalue有幾個 那是0的 eigenvalue有幾個 那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0這個 eigenvalue的 Agebraic Multiplicity 沒錯嘛 這個就是這個啦 這是一個名字而已 對不對 就是你下去擠這個 eigenvalue的時候 它是0根 那個0根是幾重根 對不對 0根幾重根 就表示它有幾個0 eigenvalue OK Agebraic Multiplicity 就這個 這個就定義 那現在因為A可以對角線化 所以這個0這個 eigenvalue 是幾重根呢 這個樹木就跟它的 Egonspace Dimension 是一樣 對不對 這是Digonalizable的條件 可以對角線化的條件 照術語來講 就是這個 0這個 eigenvalue的 Geometric Multiplicity 是多少 Geometric Multiplicity 就是那個 Egonspace的Dimension 這兩個一定要一樣 因為它可以對角線化一定一樣 OK 好 那你再看這個 什麼東西叫做 Landa等於0的Geometric Multiplicity Landa等於0那個Egonspace 什麼 Landa等於0那個Egonspace 就是這個 這個嘛對不對 那Landa等於0 那就是沒有了 就是A Landa等於0的Egonspace 就是這個 所以就是什麼 就是A的Northspac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A的Northspace Dimension A的Northspace Dimension是什麼 A的Northspace Dimension 就是N-Rank 我再寫一步好了 等於Dimension of eigenspace 就是Landa等於0的那個Egonspace 就是Landa等於0的那個Egonspace 好 Egonspace的Dimension 好 Egonspace的Dimension 對不對 這個是定義 這個是可以對角色化的條件 那這個就是定義 它的Geometric Multiplicity 就是那個Egonspace的Dimension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這個Egonspace 是0 Egonspace 就是A減掉Landa I的Northspace 先去Landa等於0 就是A的Northspace 好 那A的Northspace 就是什麼 A的Northspace Dimension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N減掉它的Rank 好 所以那個是什麼 就是 A的Northspace Dimension 因為這時候的Egonspace 是0 A減藍打I就是A 就是A的Northspace 跟A減掉 A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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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減至U-FViva A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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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減与A減FI N- down N-0 P-A的个数 就等于 N- n-0 eigenvalue 对不起 就等于这个 Zero N-0 eigenvalue N- refresh N-减掉 N-0 P-A的个数 就等于N-0 value 所以N-N-0 value 就跟这个是一样 就跟这个是一样 这个证 Ol 就不为0的 eigenvalue的个数 跟不为0的批法个数是一样的 就是rank 所以这边就是只是 这是我要正non-zero eigenvalue 所以从0 eigenvalue开始正 等一下只是n减掉这个而已 所以这个是定义 就是lana等于0.jp multipplicity 然后这是可对角件化的条件 然后这个就变成定义 然后这个带进来 lana等于0 带进来就变成a的nose face a的nose face 代表前面跟你讲就是a减掉rank 就是a减掉nose piva个数 所以全部就正完 好OK 就是两个个数是一样的 如果a是real semester的话 不为0的 eigenvalue个数 跟不为0的piva个数是一样 好OK 所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这两个是比较零碎的性质 那我们重头戏还在这里 还在这里 我还没证嘛对不对 重头戏还没证 我就跟你讲了半天 它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我还是没有证 所以重头戏是要证明这个 那我前面有证过说 不同的eagon value 它的eagon vector会osogonal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那个东西 离这个其实还蛮远的 距离还蛮远 所以我也没办法从那边证过来 那这个要怎么证呢 我稍微看一下这怎么证 那这个怎么证呢 我本来想尽量找一个 最简单的证明给你 但是我发现好像都不能太简单 所以呢 这个怎么证 这叫Spider Theory 通常Spider Theory怎么证 Spider Theory怎么证呢 它用另外一个定理来证 所以我就先讲另外一个定理 然后来证 这有时候蛮讨厌的 一个定理用另外一个定理证 那我就要必须再去证那个定理 跟你讲它是用哪个定理证 它是用这个定理证的 这叫做Spider Theory 所以Spider Theory是用这个定理证的 所以Spider Theory是用这个定理证的 我先跟你讲这个定理 我现在还是不证它 我先跟你讲这个定理 然后怎么样从这个定理证到那个定理 然后最后再来证这个 因为我找了一下发现都是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大概比较难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证明 然后这个定理叫做Shield Theory 它这个定理是对任何的Square Matrix 它不见得要对称都会成立 它不见得要对称都会成立 那事实上OK不见得对称了 那这个定理说什么 定理说A可以把它分解成这样子 任何的正方级矩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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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 另外呢 這個 Q 呢 實際上不見得是 Real Matrix 這個 T 跟 Q 都不見得是 Real Matrix 那 T 跟 Q 可能都是負數矩陣 然後這個 Q 滿足什麼 Q 滿足它的 因為它可能是負數矩陣 它的 Compact Conjure 給在取 Transpose 就是它的 Inverse 任何一個 因為我這邊什麼都沒要求 A 什麼都沒講 只是個正方形而已 所以 後面會這樣子 所以 A 只是正方形矩陣呢 然後它 任何一個正方形矩陣 你可以分解成這樣子 然後 T 是個上三角矩陣 這個樣子像是對角線畫那個樣子 但是這邊這個 因為這個 A 很廣義 任何都可以 所以 T 只是個上三角矩陣 那 Q 可能是負數矩陣 Q 是負數矩陣 這個 T 可能也是負數的 然後呢 雖然 OK 然後呢 這個 Q 呢 Q 是它的 Compact Conjure 給的 Transpose 是它的 Inverse 這是廣義的 那如果 A 如果 A 有 real 的 eigenvalue 如果它的 eigenvalue 都實數的話 那麼 Q 跟 T 呢 都可以變成實數的矩陣 OK OK 我原來並沒有說這個 就算 A 是 real 的 這個 Q 跟 T 不見得是 real 因為我廣義 都要能夠寫成這樣子 這個不見得都是 real 但是如果AE的 eigenvalue都是real的话 那这两个矩阵都可以变成real Q跟T都可以把它取成real 那real的话 Q的compact conjugate的transfer 就变成它自己的transfer了 那Q的transfer就变成Q的invert 这时候Q就变成Osano matrix了 前面这边不是Osano matrix 因为Osano matrix我只对实real的matrix定义而已 前面这次它Q可能根本是负数矩阵 就in general T跟Q都可能是负数矩阵 但我这边说如果它A的 eigenvalue都是实数的话 Q跟T就可以变成实矩阵了 并且Q的transfer就是Q的inverse了 因为这边 因为它的compact conjugate尾就是它自己了 所以它transfer就变inverse OK 这叫Seworth Theory 那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 我就定了一个矩阵 我稍微讲一下好了 这个文化说Q可能是负数的吧 对不对 因为这边跟你讲 广义上Q可能是负数的 那如果Q的compact conjugate的transfer 等于它的inverse的话 这个Q是另外一个名字 就in general一个负数矩阵 一个负数矩阵 它的compact conjugate的transfer 是它的inverse的话 这个负数矩阵就有个特别的名字 Q就叫做unitary matrix 这叫unitary unitary matrix 就这个条件 就是说这边这个Q呢 其实是unitary的 unitary matrix就是它的transfer 它的compact conjugate的transfer 就是它inverse 这样叫做unitary 所以一个unitary matrix 如果它是real 因为它unitary matrix in general是对负数矩阵定义的 如果一个unitary matrix是real的话 这就没有了 对不对 就是Ossano 就是Ossano矩阵 所以Ossano矩阵 就是一个unitary matrix 如果它是实数的话 它就是Ossano 所以unitary matrix 你可以看成是Ossano matrix 在负数矩阵上的推广 这个在 如果你以后学通讯跟讯号处理 常会碰到这个矩阵 叫unitary matrix 这种矩阵 OK 这只是个名字而已 所以这边这个Q是unitary 因为它可能是负数 好 这个是sure theory 这个是很广义的 我对任何的square matrix都OK 不见得什么性质都没要求 那这个special matrix呢 special theory就可以用这个定义来证 OK 这个就好像有点 那个只是一个特例 这个是个大枪 机关炮去打那个枪 有点这个意思嘛 因为这个更广义嘛 对不对 我本来只想证这个 我只想用个小枪去打它就好了 但没办法 小枪打不了 我只要拿个机关炮去打它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证出来了 那我要先证这个东西 OK OK 那我先假设这个成立 那我去证这个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 我们下次再证 因为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比较麻烦 你看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比较广义啊 好OK 所以我先用这个去证那个 所以假设这个成立 我去证那个 那我最后只 就剩下要证这个而已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 这部分讲完 所以今天先把这部分讲完 就怎么样 怎么样用这个去证这个 假设 所以你假设它已经证完了 好 所以我假设这个 Shrim Theory是成立的 用Shrim Theory来证 Special Theory 然后我现在 A是Real Symmetry 基本上只是把这个 Real Symmetry条件 带进来而已 然后一下子出来了 好 那我刚跟你说 这个Shrim Theory 你家的Q跟T 可能是负数矩阵 但是当A是有Real Agen Value的时候 这个Q跟T呢 就会是时速矩阵了 那现在因为A是Real Symmetry 它的Agen Value都是时速 所以我假设用Shrim Theory的话 这个Q跟T呢 都会是时速的矩阵 OK OK ByShrim Theory可以分解成这样子 然后呢 这时候Q跟T都是时速的矩阵 然后Q呢 因为Q原来 广义的时候 它是Unitary Matrix 那现在因为它是时速矩阵 所以Q呢 是Othogonal 就是说它的Transport就是Inverse 然后T是Upper Triangle 所以almost done了 只差一点了 对不对 因为我要正什么 我要正Special Serum说 A可以写成Q 然后Landar QTransport 然后Q是Othogonal Landar是Diagonal 那我现在正到怎么样了 我直接用Shrim Theory 一代解来马上就得到说 A等于Q乘T等于QTransport 然后Q是Othogonal 但是我现在T是Upper全个了 那我现在我只要正说T是Diagonal 我就结束了 只差一步而已 我就说那个比较广义其实 拿一个机关枪 就打一个本来只要手枪就好了 OK 拿机关枪 手枪用就够了 好OK 那我现在只要正T是 这个对导线的矩阵就好了 现在T是Upper全格 然后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 你把这个T 我要正T是对导线的矩阵 你把T找过来嘛 你这个把T写成 把这个Q乘过去 所以你左边乘Q的Inverse 就是Q的Transport 右边乘Q就把这个两个 小鸟都丢到这个两边去 所以T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你右边乘Q 左边乘QTransport 所以就变这样子 所以T等于这样子 好 好 然后我现在知道T是Upper全格了 那我要正什么 我现在只是要正T是Diagonal 我就结束了 全部都玩了 那T为什么是Diagonal 因为T是Upper全格 然后一个上三角矩阵 如果它也是对称矩阵 它就只好是对导线矩阵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说T是对称矩阵就够了 那T为什么是对称矩阵呢 你把它取一下就好了 好 你把T取Transport 照这个取 所以Q嘛 Q先取 然后A取Transport 因为A是对称 所以ATransport就是A 然后Q的Transport的Transport 还是Q 就发现这个 好 发现你取Transport以后还是一样 所以Q的Transport就是T 对不对 所以T呢 其实是 是Symmetric Metric 好 那基本上就结束了 因为T是Upper全格了 又是Symmetric 所以它本来是上三角 就是下边那边是零 但它又对称 所以上边也是零 所以它就一定是Diagonal 所以就 因为它是上三角三角三角形 又是对称 所以上三角三角形 就是下半部 大家更懂得 左下方是零 因为它对称 所以右上方也一定要是零 所以它只剩下 不等于T的地方 只剩下对角线 所以T一定是对角线矩阵 所以就把T改写成 这个符号就是个对角线矩阵的符号 所以T就变成对角线矩阵 然后所以我带回来 我原来是 这是Ossacan的Matrix 这是Upper全格的Matrix 这是Ossacan的Matrix 的Trancils 就是它Inverse 我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对角线矩阵了 所以就证完了 就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呢 它是它的Inverse 然后你写成这样子 所以它的对角线一定是AgenValue 这个Column一定是AgenVector 你写成这样子就表示 这个对角线是AgenValue 这个Column是AgenVector 所以就证完了 好 所以基本上我也是用着 我是用一个比较广义的定理 更general的定理 叫Shoe Theory 来证明这个 这事实上比较狭义的一个定理 OK 那这个 如果那个Shoe Theory成立 这个就很简单 那现在就是这个还没证 这个还没证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下次就把这个证完 就全部就结束 OK 那重要性 还是Shoe Theory比较重要 这个Shoe Theory比较重要 因为我后面看很多 比方说Quadratifone Positive Daphne 我都假设是Age Symmetric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虽然这个定理比较广义 Shoe Theory比较广义 但是Shoe Theory比较重要 OK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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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